面向海洋让人慵懒放松的休憩区 不说您可能不知道 这里是基隆的海洋广场 觉得很新奇啊 就应该从基隆没有这样子的 的这种装饰过啦 对啊 以前都是有一点很像那种怎么样 四级那一种的 大家逛逛啊 走走这样子 没有像这样好像很休闲的感觉 我觉得很棒 就是省了好几万的出国的费用 来到基隆就可以感受到 就是有这种海洋城市 然后慵懒 那刚好也搭上暑假 其实暑假有时候买不到飞机票 出国玩就来基隆玩 然后来感受一下这个浪漫的港督 然后面看着海 我觉得好想睡午觉一下 海洋广场让人耳目一新 会有这样的构想 是来自市长谢国良的创意 与勇于冒险尝试的精神 文化局长说希望透过海洋修气区的打造 结合7月开始的基隆乐夏天表演艺术活动 让市民与到访的游客 都能体验到基隆的海洋风情 让海洋广场变得很不一样 其实我们这一次基隆市文化局 我们希望在今年夏天 带给所有的市民朋友不一样的感觉 也希望未来我们的基隆这个海洋广场 是一个微笑的港湾 那我们应该预计会从6月底 一直到今年的10月1号的 每个周末的五六日 都可以让市民朋友来感受一下 我们新的一个港湾的风情 那也因为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些活动 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活动的前哨做一个预热 让大家都可以以后有机会停留在我们的海洋广场 看看我们的表演 看看我们的艺文活动 我们现在市府最近也在推出我们 西三停车优惠的部分嘛 对不对 那其实大家可以沿着我们的港湾 欣赏美景之余呢 来到我们这个海洋广场停下来 然后来享受这里的美景 那未来呢 相信在刚刚局长也强调说 未来也会有街头艺人 可以在这里享受悠情的下午 然后听音乐或是看一些 观赏一些有趣的艺文的活动 对于海洋广场这个新的尝试 市长谢国良也希望全程向市民报告 透明整个运作的过程 透过尝试不断来滚动修正 让市民与外地游客感受到新亮点 与不断的惊喜 不一样的基隆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